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汽车最新的大灯技术 激光头灯 激光头灯似乎与现在普遍应用的全LED头灯没有太大的不同 但在技术上两者却有着巨大的性能差距 相比LED科技 雷射技术的最大提升在于它的体积浓缩性 以宝马IBA所搭载的雷射头灯为例 其照明度达到每瓦176名 和LED每瓦100流明相比 亮度增加了70% 而照射距离则是LED的两倍 除了极高的光照亮度 雷射光源同时也具有高效稳定的特点 大约仅需要现天LED灯组一半的电力 雷射头灯性能确实十分优势 但雷射头灯的原理是什么呢 相信是许多人感兴趣的地方 雷射头灯由于具有能量聚集的特性 所以对人眼也会构成极大的伤害 但是宝马的雷射头灯却完全不用担心这一点 原因就在于宝马的雷射头灯 并不是直接以雷射光束朝车辆前方发射的 而事先以三道雷射光束 射向一组反射镜片 经过反射后 雷射能量将聚集在一片充满黄鳞透镜里 此时黄鳞受到雷射的激发 会发散出强烈的白色光芒 这处白色光芒再往后照在一片反光器上 最后往车辆前方射出一套明亮的白色光线 目前i8所搭载的这套雷射头灯 并不是完全以雷射为基础的 因为它的近光灯依旧是以LED为基础 只有远光灯才是以雷射为光源基础 由此可知雷射头灯目前的优势只有亮度 体积与节能效果 在人性化层面上的能力 还是不如LED头灯般聪明 值得一提的是 目前除了宝马已将雷射头灯 拥用在于世销车上 奥迪所拥有的名为矩阵式雷射照明技术 也是相同的雷射照明科技 且预计搭载于RWR LMX超跑上